來關心台北市長的選振 民進黨台北市長的參選人 當市長 化工的關鍵處理 要擦除跟危險建築 四年來的學長兩聲 八年來的學長五聲 台北市長 台北的副市長 昂山山是願望說 二十年來 二十年來 可以換掉五千黨的老公物 那如果是國民黨的周萬安 將也提出公辦都經的三項政策 少年三兩天 主教市長建設重大政策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 擔心中 十八間堆都市 競新提出幾位 馬靠西 台北市府市長昂山山 連來的都經速度辦 強調若已住人 會設都經敵建堆 對整建築體危險建築頂 總共兩百塊處先處理 現在整建的住宅十七處 大家知道從來二十二處 那現在處理了五處 海沙屋經過調查有84處 危險建築有110處 這一些我們在四年內要核定兩層 八年要核定五層 但是中發出道經的家屬 也說要擴大自都中心的變質 由市長副市長做指揮中輸 憲林副市長昂山山也就說 博士表現的都經難度 說要把學校當作改建的目標 上來有兩百塊金超過五十年的學校 未來的真平改建 希望二十年來中期五千間的老處 不過對丹市長的都經大拚 都根最難的其實不是法規 也不是政府 最難的是民眾 民眾要整合 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花時間跟力氣的 政府畫大筆很容易 都根是需要推力跟拉力的 用主政者立場點出道經 重要是人不是政策 發到湯匣 臨界參選人代表國民黨的主辦案 每天前就拿出道經三幾次 包括條件公辦道經的議館標準 補充公辦勵力頂頂 在選舉剩一百天的節日間 也啟動台北的驚嚇多人 雖然選舉時間趕緊 參選人不需要潛入社區 也開始要提出政策課 在老處自替比例館的台北市 都要記得更是沒有帶走什麼 記者電話不理解決定 北市場報道 謝謝大家